21号早上7点 在上雨动物园送走香香之后 我们立刻去往和歌山县的冒险世界 那里有三只大熊猫要在22号晚上启程回国 和歌山县这个地方日本人自己都不是很了解 遇到和歌山县人寒暄的内容基本定格在 和歌山嗯我知道 盛产橘子梅子梅子酒很著名 但是你说盛产橘子吧拼不过爱远县 虽然它也有美丽的海岸县 但是能漂亮过冲绳吗 根本无法超越 如果小学知识还没有丢 日本人还能说出高野山 纳志瀑布 还有熊野古道这些距离生活有些遥远的词 反而是大熊猫 让和歌山县终于变得与众不同 他们那里的冒险世界乐园生活着大熊猫一家七口 熊猫爸爸有名超级厉害 有16个熊猫宝宝 一部分被送回中国去之后 身边还有五小只 每次大熊猫出生 或者要送回中国去时 和歌山县都会成为媒体的焦点 21号 是永明、英邦、陶邦最后一次对日本民众公开 永明差八天两岁到这里 英邦、陶邦更是日本人看着长大的小乖乖 不舍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熊猫有名和他的两个小宝贝即将告别和歌山县回到中国去 为此冒险世界在这里为他举行一个特别的纪念仪式 许多笔晨节大雅 是一个冬阿弥福 Amerika 制作者以为他举行和歌山县回到中国之后 就及到中国幻视里来照顺义 去夜之后 最后合成的一些猫宝贝即将它转发来 所以在南京都看着 啊 怎么办 我们每次看着 在南京都看着 每次的笑容都在这黑世界 也会飞在这黑世界 我们的心里的瞬间 是彼此的色彩 每次都在一起 踊着心终于 永明和他的家人 我们在这边 特别是永明在这将近30年 得到了动员的工作人员的 精心的照顾 对在日本所有永明的粉丝 日本朋友们 今天来到现场的 还有没有来到现场的 他们对于熊猫的这种爱 这种感情 让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也想对他们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这么多年 对永明 对陶邦 对鹰邦 对熊猫们的这种爱 这种关心 1994年 永明和荣邦 要被送到合格山县 冒险世界乐园的消息 是头号机密 饲养员接到上司的指令后 不能和谁随意的商量 当时也没有网络可查 只能是拿着领导发下来的中文书 拼命查字典 一步步的去学习 如何喂养大熊猫 永明刚来日本的时候不到两岁 肠胃不是很好 食欲也不行 就爱吃竹子 还不是什么竹子都行 被海风吹过的竹子 严分大了不行 沾染了汽车尾气 有些味道的竹子也不行 日本又不像中国 滴答物博 选项有很多 饲养员只能拼命地去找 以后28年 永明要带着梁小枝回国了 我和你家的联系电话 烦 Sans人很快的竹子也有很多 日本又不像鲜江 他能放在我哪里 怎么喝咤 我和你家的空中 我都不像鲜江 不像鲜江 你家的空中 我都不像鲜江 我都不像鲜江 我和你家的空中 我和你家的空中 我都不像鲜江 我大家里 任何人喊酷 分头流递到脏步 他的手中有一点粗 简直我学会了救助 谢谢你让姑娃的小怪物 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 牛口住一股下的幸福 拜见你呀风雨无阻 老爸 老爸 我们去哪里呀 有我在酒店不怕你不怕 宝贝 宝贝 我是你的大叔 一生陪你看日出 园长和饲养员们对有名的期待 都是希望他回国度晚年 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对梁小芝日本民众留言最多的 就是期待他们孕育小生命的好消息 在这边还有一天的你看日之后 大耳朗的小蛮心育小蛮在 许多江湖市中的小蛮就是 其中的小蛮心育小蛮的地方 所以那些部分也有特別配慮了 那裡有了 向前面的牽液開始 那裡有了 我們在牽液上的牽液上的牽液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牽液 在牽液上的牽液上的牽液 但在這裡有了 有新的牽液在牽液上的牽液 那裡的牽液和性格 和身體的牽液和 有了聯繫的牽液 大家有無事兼疫期間を終えられるように という形で協力してや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コロナでなかなか直接はお会いできる機会 いわゆるオンラインでは定期的にや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ど 直接お会いできるのは久しぶりですので いわゆる昔の長マッサー失礼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ども 懐かしい方々と一緒に交流を深めて さらにいい実況の繁殖研究 さらなる発展というか進展ができるように お互い協力を確認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A名とシャンシャンと4頭ですね 今回上野のシャンシャンも含めてですね 含めても含めて 今までちゃんと育てておかげで しっかり育て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というコメントを 中国の方が言っていらっしゃる 非常にそうやっていただくのが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し 上野も私どもも一生懸命この4頭を これまで健康に育ってきたと思いますので ぜひまた向こう行きましたら 中国の方にも愛されるファンだとして 4頭また中国の方にご覧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本当にそういった言葉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本当に感謝申し上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昨日我在冒险大世界看到很多日本朋友 熊貓粉絲都流下了眼泪 我自己深受感動 永明、英邦和陶邦 他们到中国去会得到非常好的照顧 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好的专家和護理人員 也请大家放心 也请大家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每一位熊貓粉絲 欢迎我们的在日本的熊貓粉絲 还有我们诸位在场的所有朋友 包括媒体朋友 到中国去看望永明 看望陶邦、英邦 相信你们在那里会看到 非常开心、非常健康的他们 和歌山県にとって 本当に観光という面でも支え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けれども 永明は28年間 それから当品、欧品は8歳ということで 8年間和歌山県民としてですね 一緒に暮らしてきていて 寂しい思いと それから笑顔でですね やはり中国に旅立つということで お送りを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本当にこの3頭にはですね 感謝しかございませんで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と申し上げたいです 何度か言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アステラには7頭のパンダがいて すごくリッチな感じでパンダが見れて しかもすごく近くから見れるので すごく幸せ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 まずは大切に大切に扱うことではありますけれども それに加えてやはり温度 温度がやはり10度を下回らないように 本当はもっと高い方がいいとは聞いているんですが 飛行機はもっとうどは下回らないように頑張って 飛行中もその温度を保つことが一番 気をつ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ことです さっきランランカンカンの話も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やはり中国と日本の本当に有効の証だと思いますので 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パンダが特に長いこと 日本にいてくれたパンダさんもおられましたので やはりありがとうと日本と中国の間を取り持ってくれて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という気持ちで参りました あとは私が個人的にすごくパンダが好きだ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日本の笑顔が輝く この黒の世界に飛び込む ここは関西国際機場の行機体 3G大石蟒已經登下飛機 在行機体上 有很多人等着 欢送大石蟒 回中国的家 在現場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中有 ANA公司的員工 还有 来自冒险世界的朋友们 还有我们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方位 在我右手边的这架飞机上 没有遭遇其他的货物 只有3G大石蟒 有名和他的2個小宝贝 还有大石蟒的饲养员 冒险世界的园長等4个人 在客舱里 这真的是一架熊猫砖机 这真的是一架熊猫砖机 字幕志愿者 李宝贝 每个人的笑容都发展 原来就在 motoclore 惨事後 我们的笑容都会 针了 在常这个辨曲 中文字幕之下 只能一体 搅担担槽 收到 摆担 6个人 落货 摆担 这種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